好了,我们今次会讲到言语和表达方式上的祝福人 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很关乎我们和人相处的 当我们有耶稣的爱,我们愿意活出耶稣的爱出来 不被人影响,而能够祝福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轻散的 还有更多的朋友,更多人相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被耶稣改变之余,也能够整个生命改变 Shirley再查查,因此才能碰到那三个甲 你查查,耶稣说,神真是很好的,耶稣的说话也是非常好的 好,当我们想,今天我们会从几方面去想 如果我们想在言语上,为何会有些人说话这么舒服呢 你有没有认识那些人,你和他聊天很舒服的感觉 有没有认识那些人,你和他聊天,聊两句,你就开始 有没有认识那些人说话,会令你有种激气的感觉 有些人他无事生非,无事就忽然间好像很大件事的反应 或者说话令到周围的人很受影响 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他的说话令到人那么舒服 而有些人的说话令到人那么辛苦呢 就是因为他的内心,很重要就是内心世界 首先我们有连述人的心和感受人痛苦的心 我们就会,先有这种东西,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了 那在,等等等等先 马太九章十三节一起读,我有经文,有经文就一起读 经常说,我喜爱连述,不喜爱祭字 就是说人有这个连述的心,神是很欢喜的 神也是一个连述的神,祂是连述的神 所以我们会连述人的时候,神是很欢喜的 CV56篇第8节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你眼泪装,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 只不都记在你冊子上吗? 这个经文说得很好 首先,我们讲到为什么有连述人的心 就是人的言语,表达的方式 有些人为什么这么好呢? 第一,他有连述的心 他见到人就想帮助,祝福 那么他的说话自然就令到人舒服 另外就是当人被神医治,也会祝福人的 这个经文很特别的 他讲到什么呢? 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 就是说我漂流,怎么辛苦 被老板骂? 被周围的人伤害,被家人伤害 神都记数的,神都知道的,神都记录的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面 就是说我们的伤害都装在神的皮袋里面 神会记得的 这一笔都记在你冊子上吗? 即是说原来我们的苦楚都记在神的冊子上 神记在冊子上 他一定会定义祝福我们,医治我们 神不是想我们永远都在伤害之中的 神医治我们 医治好,那人就可以祝福人了 这里所讲到这个冊子 所以我认识两个基督徒 他们在天堂见过这个冊子 这个作为参考 但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生命 我都觉得他们是真的 跟耶稣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们所见证的,我觉得是非常可信的 其中一个就是 他们是时时去天堂的黄泉道 那他就上天堂的时候 神就让他看到他的生命冊 那他的生命冊 他就见到他 他又未出生 就是看到是影片 然后旁边就有一些字在那里 就是神的写东西 那样的 那同样 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姐妹 也都是见到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见到一个影片 跟着呢 就是他觉得是神写的字在那里 是手笔,不是打字的 那他看到怎么样呢 他出生的时候 神已经很欢喜 他呢 他受孕在他妈妈的肚子中 神已经很欢喜 就在那里记载 说到呢 就说 我今天呢 他受孕了,我很开心 又说到他出生 然后呢 就记载到他呢 他第一次的伤害 他说呢 黄泉道说 我都不记得了 那有什么伤害呢 就是他小时候 大约是七八岁的时候 他就去了城市 因为他住在乡村的 他在城市读书 而呢 他妈妈呢 就去鱼堂做工了 而那里是很冷的地方 那就要站在鱼堂上 结果呢 冻到他身体呢 那个腿部呢 就是 癱瘓 就是不能够走 就是 他还是可以走 那他呢 就要回去看医生了 就是 他的脚呢 很有问题 但是他不能够照顾他的女儿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离了婚的 丈夫离开了 那他就做了一件什么呢 他就拿了一盒的 即食棉 就给他的女儿 给王全道 然后呢 他就 说我现在回家 那呢 就 他就 遲些再回来 那他就没有交代 就走了 而他走之后呢 就 王全道就发觉那时很小 而已 为什么他越走越来 走了很久 他就很害怕 还有 跟着有一天 他发觉那些即食棉 被人偷了 他回家不见了 他就很伤心 妈妈又不在那 即食棉又不在那 他就哭得很厉害 他就在神的 他的生命冊 都记录这件事 他根本就不记得了 但是他看回 他就记得回 就是神呢 是知道他的 他的苦楚 他的痛苦 神的连率 神是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苦楚 我们受过什么伤害 神是知道 神是定义医治我们 只要你继续找耶稣 耶稣一定会帮到你的 这是真实的事 我们多谢耶稣 他是一位又活 又真又活的神 并且是医治人的神 即是记在冊子上 另外呢 就是 在香港的一个姐妹 中间也有些人会认识他的 那我也都放在网上的 放在网上的 这个影片 那他呢 又是见到这个生命冊 和王全路所说的形容 都是类似的 那他呢 就说到他呢 是一个什么经历呢 就是他曾经在一个 是戀愛而失戀的状况 即是在一个很伤心的状况 然后呢 他在天上就见到一个生命冊 也都神都记在生命冊上 即是 人看上来 即是 即是 年轻的少女 她们的心中受了一些伤害 但在神的眼中 都不会捍卫一件小事的 就会记录了 那即是说 原来神是记录了我们所有一生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就说 神知道我的苦楚 一来说 神知道我的苦楚 神医治我的 神一步一步提升我的 我一定会被医治的 所以我已经很轻散 也都像耶稣那样连率人 耶稣就很特别的 祂是真的知道我一切的苦楚 你所有的困难神都知道 就算有多困難也好 你就深信 我的困難一定會 耶穌一定會幫我的 好了 我們講幾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對人的心態 我們今天要改變的就是 言語和表達方式 但第一就是 心態改變才有說話 有些人以為 講說話就是包裝 如果包裝是沒用的 我見過有些書買的是什麼呢 談戀愛的說什麼話 我就沒有買到 立下就是說 你又好像什麼 什麼這麼漂亮啊 你好像天上的明星啊 你好像天空的月亮啊 那些說話 那個女生聽到 你是不是在說我呢 就是因為 不是那麼真實 好像一些台詞那樣 其實不用的 你是真心愛這個人 真心說一些 欣賞她的說話 真心記得她說的東西 真心回應她 已經令到她很歡喜的 就是說我們真的 說話對人好是怎樣呢 在心裏面 有這種善良的心物 路加呼音六章四十五節 我們這裡寫了背仲 我們每次都背仲一些經文 你試一下 你可以寫在你的手機那裡 寫了路加六章四十五節 回家你就可以練了它 現在都練三次了 一起讀 善人從他心裏 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裏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 路加呼音六章四十五節 善人從他心裏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裏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 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 路加呼音六章四十五節 我可以試一下念一句 試一下 行不行 盧家福音六章四十五節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惡 盧家福音六章四十五節 即是心裡充滿的口就會說出來 當人的心裡很煩的話的話就會很煩 當人的心是平安的話的話就會平安 我們很多時候見到人有負面的心態和言語的行動 即是我們很容易見到的 即是有些人會很激氣 你看這個圖畫 即是可能這個男性或者她的丈夫 即是她的態度不好或者某些東西不好 她看著她的時候挖著她 即是其實某一方面不好 但另一方面看到的時候也會很激氣 很不開心 這樣就會影響她的內心 其實我們被人影響她的內心就不平安 但我們說人的問題是她的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我們就可以放到手了 對不起這個字 出了個怪字出來 注目在別人的錯就容易有負面的心態 即是 這幅圖畫是人們弄出來的 這個不是真貓 即是她將人的樣子弄到貓的樣子 其實是人的樣子 即是一個很藐視、發怒的樣子 有時人就說 你不夠好、你很蠢、你沒用、你不及你弟弟 你做事好錯呀 或者你得罪我 就是接受不到人的不好 接受不到人的不好 我們就會激氣 下面經文講 羅馬書三一十節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二人 連一個也沒有 即是 世界上的人 個個都是罪人 所以見到他們不出奇 我們一起講 我們見到罪人不出奇 不用這麼激氣勞曹 因為人人都是罪人 我都是罪人 但如果我們經常掛著人的不好 我們心就會激氣 但我們就說 我不用這麼激氣的 這是她的問題 當然你說我受影響 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辦法不受影響 這個是另外一個教導 我們這裡不講了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輕看 人家看你用藐視的眼光 的時候我們會傷害 這個都是出自心態 就是我們所講的 都是出自心態 內心 或者批判性 這個是很多時候都會有的 說你做得不好 我們受影響 我們又很容易受傷害 但是我們說 神啊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不用被人影響 我也不用這種心態去看人 以及比較人 你看 看人家讀書的 你一事無成 那這種方法 亦都是傷害人的 即是說 在內心裡面 譬如一個憂傷的人 他講的說話就會很負面 這個世界沒有好人的 個個都不好的 假的 即是這個 他的傷心就會走出來 或者一個完美主義的人 他的心是這樣 他的口也會經常看到 人的不完美 即是因為這個世界 但是的確很多 即是人就有罪了 罪就是什麼呢 即是不要只想著殺人放火 而是在這些日常生活的態度 表現出來 在不同的方式 所以有些人說 我最近都沒有什麼犯罪了 但其實想想 我們有沒有藐視人 有沒有看小人 其實少少的態度 人都看到的 我們對比 人是這樣 但是神是怎樣的 耶穌是看重人的 馬太十八章十節 一起讀 你們要小心 不可輕看者小子論的一個 我告訴你們 他們的使者在天上 常見我天父的面 這個小子 可以指小孩子 也可以指 就是一個普通的人 一個很微小的人 你不要小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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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說 他們的使者常在天上 常見到我天父的面 即是他們的使者 這些人 雖然好像很微小 但是他們的使者 每個人都有 這個經文告訴我 每個人都有他的天使 譬如彼得 他坐牢 接著他放了出來 那些人不相信 接著那些人說什麼 當然是他的使者 這個其中另外的經文 是講到 在舊夜都有講到 所以這裡講到 人都是有天使的 他們的天使 常見天父的面 你的天使 會不會常見天父的面 都會 不是只有小子 任何人的使者 都會常見天父的面 所以 神是體重每一個人 每一個都是很寶貴的 每一個都是很特別的 所以你天天起來 你想你的心境平安 你天天都說 神在愛我 神祝福我 神跟我一起 神體重我的 那 使者的心態 這樣的時候 你的人就輕鬆了 還有 神接立任何人 人通常很難接受 蠢人 接受一些 有些醜樣的人 是很難 很多人都不接受 看他的外貌 沒有錢的 也是很多人不接受的 江林德前書一章二十七節 一起讀 神卻簡算要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算要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就是神會看起任何人 我們學習神的心態 那些愚絕的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盼望 但是神都看重他 這個人 神可以興起他 以至他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為什麼叫智慧羞愧 就是那些智慧的人 看到這個人 哇 他的IQ不是那麼高的 這個人 學識不是那麼多 但是他有耶穌 他裡面還有平安 還有喜樂 還有更多的愛心 他就叫那些智慧的人 羞愧 還有軟弱的 就是身體軟弱的 病痛的 或者各方面的軟弱的 叫那些強壯的收費 那些強壯的人 反而收費 為什麼這個人那麼軟弱 但是他能夠 那麼有生命的表現呢 這裡說到我們了 即是說到神 是很體重人的 我們可以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常親近神 有主的柔和謙卑 我們想幫人 一定是在神的家裡 我們只是思想不行的 即是說我想要怎樣不行的 一定是有神的同在 那你思想神的說話 時時親近神 你的裡面就會柔和 結果你就會想祝福人 在我裡面 不斷有一種涌流的力量 不斷推動我 祝福更多人 幫更多人 是我時時都想做的 那這個就是 神在我裡面 活著的一個證據 即是神真的推動我的 然後 體諒人有罪 我不完美 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就是 親近神 有這個生命 然後我們體諒人 其實每個人都不完美 還有每個人都有痛苦的 每個人都有辛苦的地方 跟著第三 一起讀一下 深信祝福人是自己的福氣 即是我祝福他 是我福氣 我幫到一個人 神會很歡喜的 我能夠提升一個人 神會很歡喜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快快去醫治我 讓我可以幫到人 你越幫到人 你的生命越提升的 最後 有神的智慧和耐性 一步步提升人 這個就是 有一個不懂得關懷的人 變成一個 能夠隨時祝福日的人 我們其實每個星期 都有福祉祈禱 今天也有 明天也有 我們不斷祝福不同的人 當我們有這種動力的時候 有神的動力 體恤人的需要 有深信祝福人是不吃虧的 然後當我們學到怎樣做的時候 一步步去做 一個禮拜幫一個兩個 這樣積聚起來 一連幫一百次的時候 實際幫到很多人 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就很歡喜快樂 對吧 我們有服侍隊很快樂 還有其他人都可以說 有一天我都想被神使用 不要覺得自己不行 我們深信神會不會改變我們 神看錯我們 所以會興起我們的 一步一步 一定興起的 一起講 我們一步一步 一定被神興起的 我們將來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這個就是 起碼的數目 如果你參與我們的服侍 一年 起碼一百次以上 然後當你遇到更多機會的時候 你周圍的人 其實有很多機會 我們大家可以祝福的 另外一個心態是什麼呢 很多人又沒有這種心態 就算他很懂聖經 他就經常用聖經來量度人 聖經可以令人很大壓力 譬如說 你都沒有愛心的 這句話 本人聽到是很傷心的 就是說 我做的全部都不算數 我不夠好 其實這個是一個批判性 用聖經來批判 可以很大的傷害 而聖經又講到 令人舒服和歡喜 所以我們跟周圍的人相處的時候 都令他們覺得舒服和開心 一起讀針言二十三章二十五節 你要使父母歡喜 使生理的快樂 就是說 這裡講到父母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孝順父母 令他歡喜 怎樣歡喜呢 就是說他會見到 兒女那麼乖 那麼聽話 令到他做一些 令他一些開心的事 譬如跟他一起去玩 送一件意外的驚喜給他 一些禮物 這樣的時候 他會很開心 而且令到你父母都會笑的 開心的 覺得很安慰的 然後跟著 《肥利門書》 《肥利門書》一章七節 《弟兄》 《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 《大得安慰》 《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唱快》 這裏就講到 當肥利門他的愛心的時候 令到誰開心 有兩組人 第一組是誰呢 就是寶羅 一寫肥利門書就是寶羅 第二就是誰 還有誰呢 三個字 《眾聖徒》 有些人就關心他 有些什麼地方能幫得到他 就幫他的仇 那些人就會說 嘩 真是見親你就開心 有人寫過 基督徒的貓狗測試 什麼叫貓狗測試呢 就是 你周圍的貓和狗都喜歡你 你都是一個 就是這個 起碼基督徒的表現 因為有些人 貓狗都見到他會害怕 見到他可能會踢他 我曾經見過有人 我去宣教的時候 他不斷拿著藤條 不斷打一隻狗 我都不明白 那隻狗有什麼 那隻狗是綁住的 綁住的 綁住要打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他有些怒氣 或者被人傷害了 他就打一隻狗 那隻狗見到他會害怕的 其實 就是 我會見到 覺得很可惜 有時候人的那種憤怒 會這樣 但如果當我們 真是心靈寬來的時候 走過貓的狗 都叫一下牠 摸一下牠 令牠開心 的時候 無論貓狗 什麼都見到我們 都會歡喜 對不對 好了 那跟著呢 第一隻心態 第二隻言語 那個書三章九節 一起讀一下 我們用舌頭 眾贊那為主 為父的 又用舌頭奏 奏座那照著神 形象被造的人 眾贊和奏座 同一個口裡出來 我的遞英門這事 不應當的 有時候人會這樣 一路讚美神 然後轉過來就說 什麼你這麼衰的 什麼你這麼無用的 什麼你這麼蠢的 這樣 那時候呢 那口呢 就是說一個船 船員 船出就出甜水 當你真心讚美神 因為有些人讚美神 不是真心的 只是唱歌而已 如果他的心 神真好 耶穌真好 他見到人的時候 都會說一些 祝福他的說話 那時候呢 他就 心裏面 流出都是甜 甜的說話 令到人開心的說話 常見的 負面說話 那些菜太鹹了 你有聽過嗎 那些菜太多鹽了 譬如當你煮菜的時候 家裏做些什麼 那些衣服洗不乾淨 那些碗洗不乾淨 那些是批評的說話 那第二 都是你錯 我小時候 家裏總是 有些什麼 當然是我錯的 但其實我是最乖的 但是呢 總是最容易 說的就是最大一個 最大一個 有些什麼錯 當然是說他錯 不過呢 這些 放手 我都不計較 這些一切 其實是不要緊的 無所謂的 但我就看到人 很容易就會說 是你錯 是你做錯的 或者 為何你這麼慢 為何你這麼蠢 為何你這麼蠢 為何你這麼無用 為何你這麼論盡 我都去研究這個論盡 為何 廣東話會 為何會這樣的意思呢 可能 論盡 即是說話 論說得很盡 什麼都說得很詳細 即是很論盡 很繁複 很論盡 很論盡 不懂得乾淨 不懂得小心 變成 我估計 這個詞 比較特別 這個詞 為何你這麼蠢 這麼慢 不要搞我 這個說話 其實 譬如真的有人搞你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即是我們不想 教我 但如果我們用這個說話 你不要搞我 他會覺得 即是被拒絕 那你都可以說 你喜歡跟我玩 我待會跟你玩 但是我現在要專心做事 你給我專心做事先 即是說 解釋給別人聽 讓別人不要覺得傷害 什麼時候都想想 不要令人傷害 我爸爸小時候 他其實 他有句說話 我很深入印象 他有些地方 他真的 其實我父母 我都很感激神 都是不容易發怒的 本來 是不容易發怒的 我爸曾經說的說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答應了 那些子女做的事 就不要不做 因為他就會猛地等著 那這句說話 都是很好的 即是他吹 他口的話 因為他想到 當他答應了子女一些事的時候 而他沒有做的時候 是會令到子女會失望的 那他會想到別人的影響 我希望我們說話的時候 都會想到 我們可以被別人的影響 好了 而人很容易說話 如何以辱罵還辱罵 就是你罵我 我又罵你 就是鬥罵 就覺得這樣才是得性的 好了 我們看耶穌論 先說到人的說話 就是了解人的說話 但是神是怎樣的呢 當耶穌 見到彼得 要否認耶穌的時候 耶穌說什麼呢 勞加福音五章八 不是 這個下面才是 這個 勞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節 我們先讀歌 第二個經文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禮天 這就是耶穌 知道祂要服用耶穌 但祂用這句說話 是非常之正面的 我已經為你祈禱了 即祂不是說 為何你這麼蠢 這麼沒膽 這麼沒用 而是說 我已經為你祈禱了 耶穌一早知道 耶穌知道 祂是反應 不是祂激氣 而是我已經一早知道 你這樣的情況 我就為你祈禱 讓你不要失了信心 即是說 如果祂在那個時候 太害怕 祂可能會怕 就會軟弱 就會可能走了 離開了 即是不再信耶穌了 祂就說 耶穌被人擔心了 我離開了 耶穌為祈禱 叫祂不至於失了信心 即是為一個剛強的人 都可以失了信心 而且 你回頭之後 你就堅固你的弟兄 即是耶穌看起祂 將來祂可以祝福人 當耶穌開始接觸彼得的時候 當時彼得 當時捉魚捉不到 耶穌就叫他 把網塞到另一邊 然後捉到很多魚 彼得就很懼怕 他說 你是誰呢 一起讀一下 《路加夫》五章八節 西門彼得 看見 就俯復在耶穌室前說 主要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十節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即是他就覺得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我不配 但是耶穌就不是這樣說 耶穌說 你不用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即是現在你捉魚 以後你就捉人了 神要大大使用力 真是很正面 很看起人 每一個人神都看起 《路加夫》十九章五節 耶穌盜尿那裡 抬頭一汗 對他說 薩該快下落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其實很多很多人 湧著想耶穌去他家裡 湧著想和耶穌一起的時間 但耶穌走過這個薩該 薩該很矮 他很想了解耶穌是怎樣的人 他聽到耶穌的事 其實他是犯罪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稅力 他騙過了錢 騙過很多人 因為後來他就說到 我罵誰 我就給他四倍 即是他真的騙過很多人的錢 但耶穌沒有小看他 走過的時候 一看到他 耶穌就知道他的名字 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例子 讓我們看到耶穌是有先之性的能力 因為他是神 他根本知道了一切 但未見他 在無花果樹下 耶穌已經見到他 其實經文有很多很多這樣的經文 而這裡呢 耶穌來 薩哥說 你下來吧 今晚我要去你家裡吃飯 去你家裡 薩哥是很歡喜 就是耶穌對他的接納 耶穌就是這樣的 耶穌說今天我入你的心 去你家裡 那希望大家都歡迎耶穌真的和我們一起 多謝耶穌 有一個女人摸耶穌 耶穌回答他 誰摸我 那女人就很害怕 就說是他了 馬太九章22節 耶穌說 耶穌轉過來看見他就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命令 真是很安慰的 女兒 耶穌真的跟我們說 女兒兒子啊 兒子啊 兒子啊 女兒啊 耶穌就是這樣的 耶穌好看起我們 只要你一生人都說 耶穌啊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最好的 我就抓緊你 神就很歡喜 神是很歡喜 他一定將福氣一步步似給你的 你只要每天都一起床 就跟他說 多謝耶穌神 你真是好 感謝天父 每天都親近神 每天都說 神啊我願意榮耀你的名 我看重你 神就很歡喜 神就將你的什麼問題都醫治的 我們失眠 我們曾經試過失眠 十幾年的人 祈禱 那晚立刻康復 失眠幾年 又即時改善 另外一個 其實這三個人 是我所接觸的 其中失眠的人 其中有些 我也不知道 其中有些 他告訴我 另一個也是 失眠四年 讀書 讀大學 他都要停學 但祈禱之後 他就康復了 那就是神呢 真是一個很愛我們的神 很關心我們的神 只要你親近他 你一定會得醫治的 只要你親近他 你拍一拍他 告訴他 你親近他 你一定 你說耶穌說 你幫我 每天你都這樣親近神 神一定會回應你的討告 主對罪人 即是犯罪 得罪他的人 他講了什麼話 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嘗殺害 才知有石頭打死了 奉餐到你 者女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在沒有雞把小雞聚集 在至房底下 指示你們不願意 神招罪 這個講到用我 就是耶穌用了我字 即是說耶穌就說我是神 為甚麼呢 是神呼召耶路撒冷去歸向他 他用我字 不是天父 不是神 而是我 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似寶雞照著小雞 將你招罪過來 但你不肯 他不肯又不聽話 而一殺害先知 這裏講到用石頭 打死了奉餐到你兒女來的人 殺害先知 但耶穌有沒有因為這樣 而不給他機會呢 耶穌沒有 神是一個很善良 很憐憫 和他講的說話都是憐憫的 雖然你殺害先知 但我依然是招罪你的 神對人講 用鼓勵的說話 其中一些 《士師記》六章十二節 耶穌的使者向基殿顯然 對他說 大能的勇士耶穌要你同在 這個很特別 他稱呼他大能的勇士 他不只是稱呼他基殿 不是稱呼他任何一個人 大能的勇士 在神眼光這個大能的勇士 根本是算得什麼 神只要一動一手指 這個大能的勇士 立刻可以死了 但是神沒有看小這個大能 就是這個人 稱呼他做大能的勇士 《路加福音》一章二八節 《天使盡去》最多一說 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就是他會稱呼她做蒙大恩的女子 那你說 那是瑪尼亞 但是耶穌說過什麼 當人說 你的母親和你的弟兄姊妹來了 耶穌說 誰是母親和弟兄姊妹 就是那些聽了神的話而遵從的人 就是說 馬利亞的蒙大恩 其實我們都一樣是蒙大恩 曾經也有一次有個人說 他說 生你和預約你的人有福 但是耶穌接著怎麼打 卻不如那聽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就是說 馬利亞的福氣不及 當然馬利亞都是遵從神的 但是他生耶穌的福氣不及於 你聽到耶穌的說話而遵從的人有福 馬太二章十節 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 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能的 神就是這樣的 時事都說正面的說話 神是祝福的 有個大喜的信息給我們 而聖經教導我們 正先說的是神 那我們怎樣 以忽所書四章十五節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 當我們用愛心說真實的話 說誠實話的意思 有些人就誤解 即是甚麼的 他的不好都要說出來 不一定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誠實話 就是我們說的是真實的話 即是你不用跟他說 你整面身很默使 這個是你不需要說 你不需要將他所有的事說出來 你不需要說 喂 你都未吃零充滿 你都甚麼味 不用說這麼多 但意思是真實的話 誠實的話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說的說話 都是真的 不要說一些 即是說 你沒用 你蠢 你不好 這些說話 有些人覺得是真實 但其實 在神眼中 神是會祝福他的 所以我們說的說話是真的 不要說假的說話 而說的時候 都是用愛心的 當我們用愛心的時候 當人傷心的時候 我們能夠說愛心的說話 是會令到很多人感動的 欣賞人也很重要 這幅圖很漂亮 很多人都舉手指弓 欣賞你 譬如說給書四一八字一起讀 弟兄們 我患有未盡的話 凡事真實的 可敬的 公義的 清潔的 可愛的 有美名的 若有甚麼德行 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 你們都要記思念 就是說 任何好的事 所有真實的 這些人做的是真誠的事 可以值得敬佩的 是公義的 是跟從神的路的 是清潔的 即是說聖潔的意思 可愛的 是真的 你看到 是令到人歡喜的 令到人受 即是會經歷到愛的 這些人是 可愛的意思 不是一定說 哇他有兩個酒粒 很可愛 而是講一種 即是他真的是 一個祝福人的生命 有美名的 即是他的名聲是好的 有甚麼德行 有甚麼稱讚 我們都要思念 尤其我們更加要注重的 講 欣賞的說話 就是有些人 他本來不是那麼好的 但他開始努力了 那你就欣賞他 欣賞你今天在這聽道 感謝你 祝福你 這個欣賞 其實 即是說 欣賞每一個人 有這個心去 學習神的說話 我們就欣賞他 有些人改變 他的態度改變 我欣賞他 好了 這裏講正面的說話 我們第一講心態 第二講說話 大家一起讀 神看重你 我也看重你 你肯寶貴 這個普通話 你真棒 我欣賞你的努力 我發現你的前則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 即是每一個人都看到 你有很多的前則 你有很多的地方 好的地方 都去發掘 這樣的時候 就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是吧 即是講正面的說話 很多時候有困難 我發覺很多人 就會講什麼說話 唉很難搞 唉不知怎麼算好 我們習慣怎樣 有困難 第一件事說 神一定幫我 一定有出路的 一起跟我說 神一定幫我的 神一定有出路的 這個不是絕路來的 我也是親近神 這個事情一定會改善的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人 好啦 很多時候我們講負面 因為有人有弱點 做得不好 那怎樣呢 有弱點就怎樣一起讀 看重他 欣賞他的強項和努力 即他有努力 我們就欣賞他 有什麼好的地方 問他想不想被提升 這個下面就幫他了 你想不想被提升 可不可以進步呢 你想不想呢 然後呢 邀請他思想怎麼可以改善 這個是輔導過程 邀請他想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呢 然後呢 耐性和柔和地幫助他 即有耐性的柔和幫助他 然後呢 怎樣呢 每一步欣賞他 他一點點進步 馬上欣賞他 其實你的家人 你經常欣賞他 他一定會改善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欣賞你的家人 有沒有這個習慣 希望大家可以學這種習慣 你覺得應不應該學 很多人說 這個不是我們的文化 但是這個是聖經的文化 是不是 凡是有美名的 一切美好的 我們都要思念 所以呢 我們就 學習聖經文化 不是普通人的文化 普通人的文化 是不會開口的 但是我和我太太 就算很少的東西 我們都會多謝 那有些人說 兩夫妻說什麼多謝呢 其實我們什麼都 什麼都是恩典來的 不是一定的 就是我太太幫助我很多東西 不是一定的 他幫助我做很多東西 是不是一定他這樣做 他不是一定的 每一件事都是的 所以我們感激神 任何人做的事 我們都感激 我們又想 幫助大家分析 提醒和鼓勵 因為有些人就以為這些是鼓勵 這些是提醒 提醒就是叫你做什麼 那這個是屬於律法的範圍 而鼓勵性是什麼呢 鼓勵性是說 神愛你 神祝福你 你做得很好 我會支持你的 你有什麼需要找我 這些是 我願意幫你的 當你吩咐人做什麼 這個不是 可以是有些少鼓勵 但未必一定是鼓勵 我會講一下 什麼時候是鼓勵 什麼時候不是鼓勵 譬如下次努力一點 這個可以是 即是說是有鼓勵性 亦都可以沒有鼓勵性 譬如兒子已經考到九十九分 你下次努力一點 兒子希望你欣賞一句 上次剛剛六十分 今次九十九分 你今次好厲害 九十九分 你下次努力一點 因為他只說 你覺得我努力也不夠 這樣的時候 對他來說 不是鼓勵的 有些人 他這句說話 他聽到 他說加油 他覺得是鼓勵 其實加油是不同的 你老一點 你做什麼 有時候 令人覺得有壓力 但有些人 譬如他做得好 你又欣賞他 欣賞完之後你下次努力了 都是可以一種鼓勵 不過如果那個人 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我們沒有欣賞他 沒有欣賞他 這句說話 就未必是鼓勵的 你祈禱依靠神就可以了 這句說話是真理 不過 那個人 有很多問題 你祈禱 你依靠神 你多些祈禱就可以了 有時候可以叫他做什麼 提醒他做什麼 還有那個人很擔心 哎呀死了 我忘記了銀包怎麼辦 很擔心 不用擔心 但是他真的在擔心 那時候呢 你知道我知道你會擔心 我們接受他 我知道你會擔心 看到銀包 我都試過 真的試過 試過 知道很容易會擔心 你怎樣祈禱你都會擔心 那時候我還去了菲律賓 後來發現銀包去哪裡 真的很搞笑 在行李箱中間放進去 是我很久才能找到 那時候 有時候人發生的事 不過 在這一切的事 都有神的恩典 就是我們 有時候 有些事發生 是 的確 我都發覺 怎樣祈禱 我心裏都會擔心 因為人始終是有人的軟弱 所以有人擔心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 不要擔心 他真的擔心 不要傷心 他真的傷心 你就說 我知道你會傷心 我知道你會擔心 但是你不是叫他繼續擔心 然後當你接受他之後 你就說 不如我為你祈禱 求耶穌幫助你 我為你祈禱和你祈禱是不同的 我為你祈禱祝福你 是有不同的 是幫助的意思的 你不見人拍 我和你一起去找 這是幫助性的 你去找 這就不是 這是提醒來的 然後 你放手 譬如說 你放手 他放手 當然是放手 但我不是說 你不叫他放手 但我們知道 這句話是叫他做什麼 有時候 他人未必準備好 如果要改變人 效果比較低就是左邊 指摘 控訴 不好的態度 不理會對方的感受 就是講自己想講的 太多指示 而更有效是什麼呢 聆聽對方 一起讀 聆聽對方 關心對方的感受 回應對方的感受 關心對方的困難 從對方的角度看 引導對方去分析 引導對方去解決 這裡下面那些是輔導 上面那些是感受他的感受 當有人受傷害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的說話 怎樣去令人得到安慰呢 就是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困難 這個情況真的不容易 我們感受他的感受 當人在困難的時候 他很想知道有人會告訴他 感受到他的感受 還有呢 有時候有些人困難的時候 他很害怕 是不是我做錯事呢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安慰他 譬如有人說 糟了 我說錯話 然後那個朋友離開了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 有些人會否認 不用怕 不用怕 你沒有做錯 他可能有做錯 但我們就可以接受他 你覺得你可能做錯事 我知道你很開心 很大壓力 不過做錯 我們每個人都有做錯 我們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得 幫助你和那個人 恢復關係呢 就是我們 接納他的感受 和他一起去想 怎樣恢復 都會有出路的 不是那麼嚴重 有時候有些人會看事情很嚴重 但我們就不要馬上告訴他 不要緊 只是說 我和他一起去想 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這樣 就是我們都要想 什麼方法更加好的 好了 這個呢 我們之前講過 不過我想再重提的 就是講 恩典的說話和律法的說話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教導 我希望大家呢 是留心去聽和去分辨 恩典的說話 一起讀一下 神有神恩典的說話 和神律法的說話 這裡講到人的那方面 一起讀 這裡是人對人的恩典的說話 一起讀一下 神愛你 神和我都接納你 神和我都欣賞你 不要緊 你有錢則 我不計較 我可怎樣幫助你呢 這個全部都是我 就是恩典的 我祝福你的 這種恩典的說話 但有時候有些說 真的需要去處理的 那不是經常都是說 我欣賞你 那些垃圾倒了 整地都是 那不是我欣賞你 那是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有不同的方法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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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的 那譬如說 譬如剛剛他考試考得不好 那他都不開心的嘛 那我們可以第一說 你考試考得不好 你都很擔心 很不開心的 那我知道你 心裏面都很大壓力 你想要成為一個更 你知道神很愛你 神可以提升你的 你想要你 可以將來更加好 這樣 就是第一鼓勵他 神體重你的 還有你可以被提升的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你的成績如何改善呢 那如果他說 有這個方法 非常好 你就努力去做 這樣的時候 就欣賞他了 探討就是說 有什麼方法呢 譬如說 教子女 兩夫妻可能吵架 都是你不好 你沒有教他 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說 那些子女不聽話 那我們可以怎樣幫他呢 他考試考得不好 怎樣幫他呢 那就是探討 有些人說探討也沒有方法 其實教子女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欣賞他多些 告訴他他的寶貴 他的重要 然後說 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將來前度可以很大改變 你想不想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人 能夠成就更偉大的事呢 那你想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改善呢 就是探討 這個就是探討 那又是引渡 引渡 引渡意思是什麼呢 有一個是明白怎樣的方法 另一個不明白 那時候你可以引渡 譬如我們 見到一個人 他那些困難 譬如經常被人罵 那我們說 那些人罵你 你覺得他們說的是真理呢 說的是真的話 他說不是啊 他說你蠢 你是不是真的蠢 都不是啊 你讀書好嗎 其實你讀書好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蠢 不是蠢啊 那他講的說話 要不要放在心上啊 這個是引渡 就是你明白了 然後引渡他 引渡他明白 這個就是引渡 然後呢 教導 教導就是 就是告訴他怎樣做法 就是真理是怎樣的 怎樣處理 吩咐呢 就是說 麻煩你幫我倒垃圾啊 麻煩你幫我洗碗啊 指責 我們都需要做的 指責 指出他的錯 做錯的地方 然後另外呢 就是定罪了 有些情況都需要定罪的 因為我講到這件事 就是有人不悔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告訴他 你這樣做 你不悔覺得 神是會定你的罪的 好了 我想說這裏這麼多樣東西 每一樣都可以有柔和和剛硬的方法 譬如吩咐 你看看 你快點倒垃圾了 那人變得很大壓力 但是我們可以說 麻煩你幫我倒垃圾 謝謝你 你做得很好啊 你幫我洗碗做得很好啊 麻煩你幫我洗碗 如果你陪我一齊出街 譬如說 陪我一齊去買東西 我會很開心 你又會幫到我了 那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 請求他 而請求的時候 可以用柔和的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 就是解決 很多很多婚姻和家庭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會說 你都沒有教兒子 所以你的兒子 每個人都不聽話 這句話有沒有用啊 是沒有用 這句話屬於什麼呢 這裡這麼多人 你都沒有教兒子 是指責 而是用什麼方法呢 肝硬 指責都可以柔和 怎麼指責呢 你覺得你所做的是怎樣啊 會不會令到人傷心啊 你所做會不會傷害你自己啊 那這個呢 讓他知道 這個人做的事是有不好的後果 那你可以指出他的罪的 但是指出他的罪 就是神一定赦免你的 你悔改神一定赦免你的 所以這幾個溝通方式是非常重要 當你想和你的家人更加好的溝通 多點探討引導 開始教導吩咐 有時候他都不一定那麼喜歡的 但是有時候都要的 麻煩你幫我賭垃圾 那你一直說 好乖啊 你幫我賭垃圾 那這個呢 就是讚賞的說話 讚賞屬於恩典那邊的 希望大家都 將這些放在記憶裡面 盡量用溫和的方法 好了 第三呢就是語氣 先說兩樣 一個呢就是 心態 第二呢就是 說話 第三呢就是語氣 針言十二章十八節 說話浮躁的 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頭 卻為依人的良藥 就是講同樣的東西 語氣不好的時候 他很激氣的時候 就好像什麼呢 這個聖經說 好像把刀刺人喔 你都沒有愛心的 可能很柔和的 可以 你都沒有愛心的 那這句說話 都可以令人很傷心的 所以我們自己留意了 我們說話的語氣 那有時候呢 有些說話 可以正面 但是語氣不好 我知道你很聰明 我知道你很聰明 我知道你聰明過我 但是呢 那個語氣含有什麼呢 我不是很服的 我知道你聰明過我 我知道你考試比我 我知道你做什麼都比我 我知道你做什麼都比我 但是他那句說話的含意 那句語氣是有種不喜歡的意思的 還有呢 覺得哪個更惡 就更加得性 這個也是 語氣 即是夠惡 那我們學 耶穌的心態是怎樣呢 耶穌猶和謙卑 針完十五章一節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語暴淚 觸動怒氣 就是柔和的時候呢 使怒氣消退 然後針完二五章十五節 黃色的部分 柔和的舌頭能截斷骨頭 即幾硬都好 柔和的舌頭可以截斷 其實我們不是說話的內容 語氣呢 都是非常重要 跟著表情 有八記十六章九節 我的敵人怒目看我 有時我們不知不覺 即是有時我們那些 未必很生氣 有時那些什麼呢 小小猛 這麼久都未做到的 我猛的時候 表情都可以被人一種傷害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覺 我自己都不知覺 有時試過 有些人說 你都有急有猛的事 那我就自己盡量留意 我知道的時候 我都盡量留意自己 在改面在哪裏改 不是在面那裏改 是在心那裏改 不要緊 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 他都是慢慢成熟的 不要緊 第五就是行動 人很容易會 你又犯錯了 那些行動是一種 傷害人的 或者是藐視他 打他一下 你真是蠢 有時人是管教還是蝕憤 他打子女的時候 有時真的見到他 嘩 好像把那些 嘩 嘩 很多怒氣打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行動 影響 我們今天看過的 這個 譬如這個 待會我們看看 浪子的比喻 當浪子回來的時候 《路加福音》15章20節 他爸爸見到有什麼行動 他就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頸顏 連連以他親聚 他就抱著他 親愛他 這個就是愛心的行動 其實我們在適當的時候 都可以有適當的身體接觸 可以拍人 跟他握手 表達 如果是適合的人 你可以擁抱他 如果不適合的人 你可以拍他 觸一下他的手 都是表達我們正面的對他的接納 這個都是 我們能夠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 我們今天看過什麼 一起讀一下 心態 言語 語氣 表情 行動 原來我們的言語 和我們的表達方式 都是整個 將我們的內心 善人 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 從他心裏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 即是心裏充滿的 就會說出來 你的心態如何 就會顯露出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語氣 我們的表情 行動 我請大家 問一問自己 你平日的言語 有時候你說 我對好人 態度就好 對那些不好人 很難受 是不是比較難 總有一些 譬如一種態度 他發脾氣 我們很容易就會 看他 可能我們會說 他底 他不看他底 但是 都會造成一種 對他負面的影響 但是 他罵你 是不是你笑 不是 你笑其實是肌笑他的 你可以接納他 感謝你提醒 這個是很高度的成長 即是很成熟才是這樣的 不受他的影響 因為知道他有問題 所以我不受他的影響 大家覺得 在這些地方 可否留意到 我們的心態 待會在分組的時候 大家可以思想 我們的心態 裡面有沒有什麼 令到我們的心 很苦毒 很不開心 我們的言語出來 是不是人看到 覺得被造就 我們的語氣是怎樣 說話 我們的表情 我們的行動 是怎樣 求主祝福我們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在人際關係上 更加 我們一起 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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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 祝主耶穌幫助我們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神啊 祝福我們 主耶穌祝福我們 你可以 醫治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的言語行為 真是表露出 耶穌的愛 耶穌的生命 讓我們的說話 和言語行為 令人 真的和我們 聊天 覺得舒服 令人覺得開心 主要求你 給我們一個 善待人的心 讓我們的心裡 充滿神的美善 時事有神的同在 於是我們的口中 所出的 我們的言語行為 我們的態度 都是充滿愛的 求主詩恩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